如果我必须定 记下一件真正帮助我成功的事 那就是我做的那些额外的工作 我十几岁的时候就开始做兼职了 直到今天 做一份副业帮助我有了额外的钱 除了我的正常工作 这让我有了更多的储蓄和投资 这是一份朝九晚五的工作 但是决定什么副业是正确的 一个对你来说可能很棘手 我是说有太多的选择了 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要跑步 通过一些我最喜欢的方式 你可以在每个年龄段赚一些额外的钱 我还将与你们分享我的财务目标 我的目标是在每个阶段 如果你看完视频 你就知道该从什么副业开始了 无论你在什么年龄 你应该如何调整重心 并随着时间的推移 适应以尽可能多的赚钱 从13岁一直到我33岁 我想我侥幸逃脱了 不是吗 好而已 把它想象成口袋妖怪 一开始你只掌握一些技能 然后慢慢发展 你会变得更有技巧 更强大 也许有一天你会强大的 绝对要毁掉那个点赞按钮 同时订阅 好的 我们从第一集开始 也就是 一集 你当时13到16岁 我的副业目标 对于这个年龄段的人来说 大概是每月50到150美元 当然这只是一个基准 你的目标 但如果你赚的比这多 那你就比我那个年纪的时候强多了 当我年轻的时候 我没有多少钱 所以我不得不做一份廉价的副业 站起来跑起来 我认为这是尝试一切的绝佳机会 找出我喜欢什么和不喜欢什么 我也犯了很多错误 但你知道吗 真的 没关系 因为 我本来就没有多少钱可以输 我所拥有的只有时间 我有很多这样的经历 我给你的第一个建议是开始 某种基于服务的业务 服务业务 当我14岁的时候 我洗车 我以前每辆车收费2美元 然后是1美元 如果他们有第二辆车 那就太好了 因为停车成本很低 我只需要一块海绵 一个桶 再加上一点努力 你现在也可以拿起这些高压清洗机了 从加德宝买的 只要149美元 你可以用它来清洁人们的车道 如果每个驱动器收费50美元 那就只需要三份工作 你有一个可以自己支付费用的喷射洗衣机 这之后都是100%的利润 我的一个客户工作了 给一家大巧克力公司的小费 他总是给我一大盒糖果 我从没想过要吃的东西 因为我更想把它卖给学校 这也是你可以考虑做的事情 卖糖果 英国的一个男孩就是这么做的 他每年赚5万多美元 在多所不同的学校 直到他被勒令退学 哪里有需求 哪里就能赚钱 在学校里总是有买糖果的需求 你可能得检查一下 在你们学校是允许的 但我没有 我就这么做了 你可以从背包里把这个卖掉 但我的建议是 真正成功的是让你的朋友把它卖掉 对你来说 你可以付给他们佣金 每卖出一根棒棒糖 你可以给他们25美分 你能学到的商业知识多得惊人 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创业 它能帮助你理解如何去做 管理人员 赚取利润 这绝对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我爱上了做一名企业家 唯一的问题是开始副业 在学校 你只能在周末赚钱 所以这是周末赚外快的好方法 可能是成为一名体育裁判 自由自在 这是一个很好的副业 你得到报酬是为了保持健康 它能让你精神强大 因为你必须迅速做出决定 你会遇到很多有趣的人 你可以从14美元开始赚 大约16美元一款游戏 这真的很不错 两个水平 两级 这是你在16到18岁之间的时候 当我处于这个水平时 我有一个更好的想法 我喜欢做什么 不喜欢做什么 我利用这段时间专注于 在我喜欢做的事情上做得更好 并在这些特定领域发展我的技能 我这个年龄的副业目标 每月在250到400美元之间 你能做的最简单的事情之一就是成为一名家庭教师 成为一名导师 假设你每小时挣20美元 但是 比如 如果你不是学校里最优秀的学生 比如我 你不认为你有这个选择 这样你就不用只教学校课程了 大多数人都有某种技能 其他人对学习感兴趣 仅此而已 找到这种技能 并传授给他们 就像我说的 我在学校不是最好的 不可能有人会付我20美元 教他们英语 那是肯定的 所以我教人们驾驶直升机模型 有点像这个 做家教赚的钱 总是有数量限制嘛 你能得到的客户 大多数人只想占用你一个小时的时间 所以 找到另一种销售方式是个好主意 对你的客户也很有价值 就像我能做的那样 销售额外服务 直升机模型经过调整后飞得更好 我决定将其作为一项服务 并采用他们的模型 上完课后和我一起回家 所以关键是要为你的客户 找到双赢的方法 卖掉你的学校笔记 是个不错的主意 或者在一个在线小组中收费 他们可以随时问你问题 下一个副业是快递 这很好 下降 运输 对于任何精通电脑和互联网的人来说 dropshipping是你为别人的产品做广告的地方 把他们送到网上商店 然后制造商直接发出产品 给你的客户 你不需要触摸产品 这很好 但是马克直接送货太糟糕了 他对社会没有任何价值 做一些体面的事情 糟糕的建议 等等 让我解释一下 快递可能不会让你成为百乱富翁 就像在线销售课程的大师们将要做的那样 告诉你市场竞争非常激烈 利润很低 这不是一个好的长期商业模式 但我还是觉得值得一试 因为这是学习如何经营企业的好方法 启动成本非常低 直接送货就像是运营一样 你太过分了 一个竞争激烈的市场 可能需要一堵墙才能盈利 而是你正在学习的技能 一路走来 对你来说会更有价值 事实上 他们会更值钱 而不是你可能赚到的钱 大多数经营大公司的婴儿潮一代都有 不知道如何利用社交媒体来促进他们的业务 他们的实体店正在破产 他们正被更年轻的企业家收购 谁掌握了这些技能 他们又有能力做到 利用这些来使企业更有利可图 并向数字世界迈进 所以你可以把配送想象成电子游戏 你玩得越多 你就会玩得越好 有价值的技能 你会学到 如果dropshipping不是 适合你 但你仍然想学习数字营销 自媒体是一个非常非常相似的副业 创建一个自媒体频道 这是非常有竞争力的 它会集中你的水平 提高你的视频制作和营销技巧 你只需要把它作为手机开始 有不错的网络连接和一些编辑技巧 三集 对的 现在是第三集 年龄在18到29岁之间 我这个年龄的副业目标 是每月800到1.2了 我主要关注的是如何最大限度的利用 我所掌握的技能 很多人把这叫做在你的天才区工作 在接下来的十年左右 这就是全部 尽可能聪明的工作 现在你18岁了 你可以开始把多余的钱用于长期投资 花掉它 例如 如果你每月投入250美元 变成一个简单的低成本指数基金 平均回报率为7% 每年到65岁时 你会有110万美元 这只是你副业收入的一小部分 所以它不应该影响你的日常生活 我在上个视频中解释过 所以如果你错过了 一定要去看看 这里的关键是看看你已经建立的技能 在过去的几年里 我想 关于如何让他们升级并收取更多费用 如果你年轻的时候 有过这样的经历 dropshipping 然后也许你可以升级到销售自己的产品 或者为其他企业投放社交媒体营销广告 你可以通过帮助其他企业得到很多报酬 通过他们的社交媒体营销 只要雇你就行了 他们实际上会赚更多的钱 失去它 你实际上是在支付自己的工资 这意味着你可以收取更高的价格 获得第一个客户的一个好方法 就是主动提出 免费为他们工作几周 用你的技能来促进他们的销售 这样他们就不会拒绝你 让他们开始为你的技能付钱 即使他们拒绝了 你也可以去别的公司 你可以说 看看我为他们做了什么 我也可以帮你 这样做的好处是你可以做所有的事情 从舒适的家里在你的业余时间 如果你年轻的时候有一个YouTube频道 你可以升级成为一名平面设计师 或者是摄影师或摄像师 我的一个朋友是老师 他的副业是婚礼摄影 他明年每个周末都订满了 对我来说 不仅仅是提高 人们的雷达控制模型 我从零开始构建他们 如果你想要一个高质量的无线电控制模型 我没有能力自己建造它 我是那个地区唯一的选择 我就是这样遇到了我的一位导师 他有七辆法拉利和一辆布加迪威龙 我喜欢在他的车库里工作 我周围都是很酷的车 直到今天我都会说 我从他的智慧之语中学到了更多 比我付的钱还多 所以通过提升你的技能 你可以开始赚一笔不错的额外收入 我们都喜欢有一点额外的现金 用这些额外的收入来 另一个副业就是存钱 为了买富士房子的首付款和抵押贷款 这就是所谓的入室盗窃 这是增加净值最快的方法之一 当你二十多岁的时候 富士公寓有两个独立的起居区 我们的想法是你可以租到房子 从房子的一边出去住在另一边 通过这样做 另一方支付了很大一部分 十一 房子黑客 你的抵押贷款 这意味着你最终可能会得到一个完全 还清抵押贷款后免费住房 你也有地方住了 而且是免费的 你还得付那么多钱 你可以用房租来投资 所以现在的BOSS级别 第四级是30以上 四级 我的目标是把我的副业转移到 增加被动收入 因为我有更多的钱去投资不同的机会 在这个阶段 我认为时间比金钱更重要 我想花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在一起 在这一点上 我希望得到1.5倍 每月3000户家庭内部 但我现在肯定已经超越了 我决定投资房地产 直到今天 它还是最大的额外收入来源 当我买了第一套出租房产的时候 它需要做大量的工作 我接受了挑战 用尽了所有的业余时间 我得把它修好 在自媒体上 你知道 真的什么都没有 你不能学习 我可以做所有的工作 6周内把房子租出去 现在 我当然变得专业了 来收拾房子 但当你出发的时候 有时候自己做会更有利可图 说实话 这绝对是一个有趣的挑战 第一套出租房产 仍然能给我带来被动收入 直到今天 30多岁的时候 你会胖很多 对他人有价值的知识 所以你可以用这个来指导 教练他人 在你非常自信的领域 这可以是任何东西 从木工到健身 再到商业 教练是有市场的 所有你能想到的 关键是要对网上的许多人这样做 而不是一对一 因为你可以提供帮助 更多的人 而不是出卖你的时间 要做到这一点 你可以创建一个数字产品 或者你可以创建一个自媒体频道 免费帮助别人 就像我做的那样 通过你的方式通过所有这些关卡 你会掌握大量的技能 巨大的技能 多种出租物业 数码产品 还有一个巨大的投资组合 当你到达这里的时候 你已经过了拐点了 比你的日常工作带来更多的好处 这意味着你的钱起作用了 是为了你 而不是为了你 这才是真正的富人 我已经知道病做了很多年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